陸軍四三砲紙部去年下旬在屏東車城鄉的國有林地完成火炮射擊之後 林務局隨即在砲陣地上重塑讓軍方無法繼續使用 陸軍表示將會持續的協調也不排除移轉到歡迎軍方操演的鄉鎮繼續操演 四三砲紙部在營區內以155公里牽引式流砲解數飛彈車等裝備模擬聯合反中國射擊和防空射擊任務展現國軍弟兄對架設火炮的閒熟 不過屏東縣政府從去年起嚴格監督國軍在恆春半島的軍事活動 四三砲紙部在車城小尖山實施天雷操演之後林務局隨即在原先的砲陣地造林讓軍方相當傻眼 為了將持續和縣府與林務局協調 軍方每年都會編列一筆回饋金給當地的鄉鎮公所 如果原陣地無法繼續使用未來計劃已轉到歡迎國軍操演的鄉鎮繼續年度例行訓練